好,在看完了生死段语之后,咱们来看一看22课的课文部分。 我们先来看第一段,第一段的第一句话,他说, Why does the idea of progress loom so large in the modern world? 他说,为什么这个进步这个观念在当代社会如此之重要呢? 这个是个特殊疑问句,这个没有什么说的,比较简单。 但里面出现个习语,这个可能不好理解,就是重要的短语,loom large。 这个什么叫loom large呢?我们还记得,在前面我们讲过loom这个词作动词可以表示, 可怕的事情渐渐破茧,并且常常是引人忧虑的。 那什么叫loom large呢?就是某事变得非常之重要,而且常常是引人忧虑。 注意他继承了这个loom有贬义词的味道,就是某个事变得非常之重要, 而且常常引起大家的忧虑。 这个既然本文中有这么一个词,说明这个进步这个事不是这么好事, 是引人担忧的这么一个事,后文中也印证了这一点。 所以你看对单词的精准的把握,对我们提高阅读的这个质量速度和精确度, 当然是有帮助的。 咱们看几个例子,看几个loom large和中心词的例子。 比方说,human right issues will continue to loom large in China-US relations。 他说这个人权问题将继续是中美关系之间的一个重大的问题。 这个loom large在这儿表示,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并且常常引人忧虑。 因为美国和中国常常因为人权问题起纷争,起争执, 所以这个地方用的恰如其分,用的对,对吧? 再看一个更加复杂的例子,这个句子咱们见过,他说 The adverse effects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the great leap forward,就是大跃进来, and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还有文化大革命的,就是什么呢? 这个off明显是跟第一行的off并列的,说明他们都是修饰负面的影响,对吧? 就是大跃进的,还有文化大革命的负面的影响,怎么样? 将继续在中国决策者的头脑中,继续变得非常之重要。 这里面利用lumlar用的对,说这个事儿是引人担忧的事儿,我们不能再犯类似的错误了。 所以某事很重要,而且变得引人忧虑,可以用这样一个搭配,那叫lumlarge。 作者上来先提出一个问题,然后下面作者给出回答,说为什么这个进步这么重要, 而且引起大家忧虑呢?下面给出answer。 我们看到这明显的呢,还是我们以前曾经多次说过的question-answer pattern,就这种语片模式。 作者先提出个问题,然后给出回答,下面给出很多扩展句来解释支撑他为什么有这个答案。 就是首先,一开始先出现个question,为什么会这样呢? 然后作者下面,他给出个回答,或者是专家的回答,或者是个人的回答,或者是某些人的回答,就是给这answer。 然后下面给一大堆的supporting scientists,给一大堆扩展句或者知识句来解释为什么他有这么一个回答, 就为什么对这问题做出这样一个答案。 这个我们回顾一下在第二课里面,就是不要伤害蜘蛛里面,我们就出现过类似的question-answer pattern。 大家记得吗?他先说,why you may wonder should spiders be your friends? 你可能感到奇怪,为什么蜘蛛会是我们的朋友呢? 先提出问题,第二句他会回答,因为because they destroy so many insects and insects, 大家大家写下去,因为他们杀死这么多昆虫,而昆虫包含了人类一些最大的敌人。 它是我们敌人的敌人,所以是我们的朋友,解释了为什么这样。 后面在主意讲解释为什么这个蜘蛛会杀死我们的敌人, 为什么他们就是我们的朋友。 这个结构跟本文中几乎是完全一样的,同样的语片结构。 咱们看第二句话,他解释了,第二句话稍微复杂一些,咱们看看语法成分,看屏幕。 为什么呢?它是surely because progress of a particular kind is actually taking place around us, and it'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manifest. 当然呢,是因为某一种特殊类型的进步。 这个of a particular kind是个借词断移到后之旅语来修饰前面的progress。 这个进步正在我们身边左右发生,我们这tickly表示特别强的计划之中的事情发生了, 并且暗暗地并列连词引出并列句。 主语一样只剩下未语了,并且怎么样呢? 并且还是主语还是progress嘛,两句子并列嘛,主语用一个就行了。 还是这种特殊类型的进步怎么样?正在变得越来越明显。 它的主意依然是progress of a particular kind。 但是这个并不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回答,究竟是什么样的这个进步? 它后面再用扩展句,再逐步地慢慢再解释,再铺撑开来。 这里面首先我们注意一下这里边出现这个种类。 这个我们知道表示种类的时候呢,文文中用的是kind, 当然用kind,用sort,用type都可以。 但是某一种什么什么东西,它这个位置决定了它修饰的中心名词的形式, 这个比较麻烦。 我们看看在书面中最规范的写法怎么写。 咱们用最规范的写法写,是万无一失的。 你想不先看一下比较常见的放在被修饰的名词前面, 一种咱们比如说以kind为例,sort和type一样,以kind为例。 如果修饰不可数名词,没有话讲,不可数名词就是单独这个形式一抄就行了。 但如果修饰可数名词,在最规范的书面里面, 我们用可数名词的单数直接放在后面, 就把可数名词几乎可以看作个不可数名词的用法了。 它前面有没有冠词,后面有没有复数, 直接在kind,当然也可能是assort的后面,加上可数名词的单数。 当然我们知道,其他的形式在不正式的文法里也会出现, 比如有的时候用a kind加可数名词负数, 甚至a kind of a再加可数名词单数, 就可数名词单数前面加个a或者an, 但这些表达不够正式, 我们在写字中一定用最规范的写法, 这个是万无一失的。 看一些例子。 比如说一种进步,特殊类型的进步, a particular kind of progress, progress是个不可数名词, 在这没话讲,直接写到后面就行了。 但是我们说一种新的机器, a new kind of machine, 我们不说a new kind of machines不够正式, 我们直接说a new kind of machine, 你看machine几乎当作不可数名词来用了。 那么如果用它做主义的话, 它后面为一种词也都用单数, 因为从主位,从形式上应该统一起来。 这是一种新类型的机器。 我们也说过, 这个new形容词如果修饰, 带有这样的类似于量词的名词段语的话, 它一般放在量词的前面, 一种机器放在kind的前面, 而不说a kind of new machine, a new kind of machine, 这个在第七课里面我们也讲过这个词识。 好,这是这么一个用法。 这个我们再看一看三册中讲过这个词识, 咱们回顾一下三册的第三十四课, 芯片的英语第三册的三十四课里面有这么一个句话。 你幸运地发现这个词。 他说, the more expensive kind of antique shop, where rare objects are beautifully displayed in glass cases, to keep them free from dust, is usually a forbidden place. 他说那种更加豪华的那种古董店, 大家注意到了吗? 这个kind放到中心词前面了, 后面antique shop, 古董店是个可数的名词。 但是我们在这儿, 他用当不可数名词来用了, 直接把可数名词单数放到了oft后面, 后面没有用复数, 前面也没有加冠词, 这是最规范的用法。 他做主意时, 后面为了引导是定义从具, 然后他后面的位移动词在这儿, 对吧? 定义从具空过去之后, the is是做前面antique shop, 它的位移动词。 因为形式上是单数, 所以你看位移动词还是用单数, 尽管这种供应链可能会有很多, 这个主意在写作时要注意。 但是如果倒过来, 倒过来就不一样了, 就是of a kind, of a sword, of a type这样的词, 放在中心名词, 被修饰的名词后, 这个时候不可数名词当然还没有变化, 它本来就不可数嘛, 可数名词的话, 用可数名词的负数, 这个表达是唯一正确的表达, 只能这么写, 这个不要把他搞错, 你像我们还说一种特殊类层进步, 本文中这么用的, progress是个不可数名词, 那没话讲, 就是progress of a particular kind就好了, 如果要是说那个一种新机器呢, 就得改成machines of a new kind, 当然这个名词端语做主意的话, 我们的微语动词当然相应的用复数, 因为从形式上跟主意必须同意起来, 这是一个小知识, 在写作中呢, 小的细节确实得注意, 因为写作使人精确, 好, 我们再复习一个跟它类似的, 我们知道a kind of, 有的时候也能用a sort of, 这两个搭配除了表示一种, 什么什么之般, 还有个固定的含义, 咱们在三册讲过, a kind of, a sort of, 这时候不用a type of, 可以表示什么呢, 可以表示像什么什么一样的, 什么什么一般的, 可以用它做比喻, 咱们复习一下, 在新概念三册的第十二课和十四课, 分别出现过, 新概念英语第三册第十二课, 荒岛生活出现了一个天堂般的地方, 叫做a sort of paradise, 天堂般的地方, a sort在这, 不翻译成一种, 而翻译成天堂一般的, 老外人认为天堂就一个, 怎么还分一种两种呢, 天堂般的地方, 三册十四课贵族歹徒, 出现这么一个搭配, 叫做a sort of hero, 怎么翻译呢, 大家都会了, 英雄般的人物, 对吧, 好像英雄一样, 即经过它不像, 但跟英雄也差不太多了, 再比如说, an atom is a kind of solar system, 这个kind不能翻译一种, 我们知道atom是原子, solar system是太阳系, 你总能翻译成原子是一种太阳系, 这根本不通嘛, 原子是一个类似于太阳系的这么一个结构, 对吧, 原子核好比太阳, 那些电子好比行星绕着中心在转, 所以是像什么什么那样的, a kind of, a sort of, 还有专门的这个意思, 这个时候跟种类就没有关系了, 这是一个相关的小诗的复习, 好, 再回到剧中, 它说正是有一种特殊类型的进步, 怎么样, it's actually taking place, 正在我们身边左右发生, 并且怎么样, and it'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manifest, 并且正在变得越来越明显了, 正在变得越来越怎么样了, 这个结构建议大家记一记, 就是becoming用进行时, 后面或者用more and more, 或者把它改成increasingly, 意思是一样的, 因为increasingly来得更加正式一些, 然后后面修士形容词, 正在变得越发如何, 越来越怎么样, 对吧, 我们看一些很简单的例子, 比如新概念英语第三册第46课, 自己动手去做, do it yourself, 这个书中出现类似这么一个句话, 咱们回顾, 他说, so great is a passion for doing things for ourselves, that we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less dependent on specialized labor, 他说我们自己动手做事情的热情是这么的大, 以至于我们正在变得越来越不依赖于专业工人了, 正在变得越来越less dependent, 越来越少的依赖, 就越来越不依赖于他们就好了, 对吧, 这个结构用的跟本文中一样, 只不过他把more and more换成increasingly, 意思是一样的, 因为increasingly来得更正式一些, 我们再看一道考研英语真题, 就是一道老题了, 2000年考研英语英语汉的一部分, 我们看看这句子是怎么说的, 他说, as a result of all these factors, 作为所有这些因素的结果, 或者直接翻译因为所有这些原因, 这些因素怎么样呢, government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dependent on biologists and social scientists for planning the appropriate programs and putting them into effect, 这些好翻译, 对吧, 因为所有这些因素, 政府现在正在变得越来越依赖于, 它没有那个less了, 就是越来越依赖于了, 越来越依赖于呢, 生物学家和社会学家去干嘛呢, 来规划出一些恰当的方案, 并且要把它们加以实施, put something into effect, 就具体去实施了, 这正在变得越来越怎么样, 再看老师背变, b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或者是be becoming increasingly, 再消失另外一个性子就好了, 那么我们看第二句, it's an answer to the question, 是对于这个问题做了一个回答, but it is not very definite, 但这个回答一点也不明确, 究竟是什么类型的进步呢, 这个进步具体是什么呢, 做着在下面一句话, 详细加以说明, 咱们看下一句话, 还是看屏幕, 他说, although mankind has ended up no general improvement in intelligence or morality, it has made extraordinary progress in the accumulation of knowledge, 这是非常重点的句子, 它不但语言上表达的精彩地道, 而且逻辑写出了深度, 咱们在文章中, 如果想有深度的话, 那本句是我们的一个标概, 值得咱们去学习, 咱们先看语法现象, 黄原色的整个都是一个although引导的让步状语从具, 这个没任何话讲, 它的主语是mankind, 人类, 注意, 用mankind这个词表示人类, 跟man, 跟humanity, human race等等一样, 它是当一个不可数名词来用, 是不可数的, 它的微动词相应用单数, 尽管人类呢, 并没有在智力和道德这两个方面, 并没有经历普遍的进步, 这个undergo, 过去分析undergo, 就经历了普遍的进步, 可以这么说, 在某方面的进步进展, 我们借此注意一下, improvement in, 在什么呢, 在智力或者是道德两个方面, 没有什么普遍的进展, 这个科学家证实了, 因为我们的文明史实在是太短了, 文明史只有短短的五千年, 五千年中, 我们的智力还有我们的道德, 原地踏步几乎没有任何进步, 为什么, 因为基因的进化是用百万年作为单位的, 咱们以前说那个大猩猩进化成黑猩猩, 基因只进化了百分之零点六, 大概花费了三百万年的时间, 而我们现在呢, 文明史只有短短的五千年, 这基因几乎没有任何变化, 所以说我们能不能肯定, 我们现在智力比古人高, 我们现在智商超过苏格拉底, 我们比诸葛亮葱没有这个把握, 那么我们道德呢, 更是事风日下人心不古了, 现在中国人的道德能超过孔子梦子吗, 这恐怕够强, 但是随便一个小学毕业生, 他的自然科学知识超过他们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对吧, 所以我们说在智力和道德两个方面并没有经历普遍的进展, 但是人类, 咱们注意, 如果前面人类用的是mankind, 这固定搭配, 它后面的纸带的代词应该用it, 而不能用he或者she, 应该用it, 它却在什么呢, 在知识的积累方面取得了非凡的进步, 大家看到前面这个improvement跟后面这个progress明显这个替换, 类似的词汇替换, 但后面借此变不了, 某方面的进步, 你看在这依然加in某方面的进步, 在什么呢, 在知识的积累这方面取得了非凡的进步, 前面是经历了这个普遍发展, 取得了非凡进步, 这表达也不重复, 这个里面呢, 重点知识就出来了, 为什么呢, 它把这个点分合起了, 我们知道要在一篇文章中写出深度, 特别写出逻辑的深度, 怎么办呢, 一个最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呢, 就是让我们的文章里面去仔细的去分区系, 因为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个无比复杂的世界, 单单的这个一刀切一双绘都是浅薄的, 不分不息一定没深度, 你看这里吧, human nature, 人的本性分裂了, 人类在智力和道德这两个方面, 五千年原地踏步, 但人类的知识积累, 你看随便一个小学生, 他的自然科学知识超过孔子, 超过苏格拉底, 超过亚里士路德是没问题的, 这就很可怕了, 可怕在什么地方, 我们在知识的积累这个方面, 像脱缰的野马一样飞快地在前进, 而知识在巨大膨胀之后, 第一, 没有相应的智慧来驾驭, 第二, 没有相应的道德来约束, 所以知识成为了双人类, 这个深度就出来了, 对吧, 就是我们你看在以后写什么知识, 给人类带来弊端的时候, 这个句子, 这个思路, 咱们都可以解键, 多读好文章确实容易写出精彩, 而有深度的文章, 这个里面首先我们看一看经历那个词, 咱钻研一下里面具体的细节的词法, 这经历这个词这里用的是动词endergo, endergo这个词呢, 它的字形变化跟go是一样的, 一般过去的词是enderwent, 过去的分词是endergone, 表示经历了, 表示经历还有好多词, 你比如说大家很熟悉的, experience, go through, 也是经历了某个事情, 或者我们用know比较小格的词, see也可以表示经历, 甚至用witness, 目击亲眼看到, 亲眼看到不也是这个经历吗, 但是大家注意, 这些经历里面只有这个endergo比较特殊, 为什么呢, 这个词一般都强调主语本身在变化, 经历这个事的同时主语本身在变化, 而后面几个词, experience, go through等等, 他们一般都强调经历了外界的事件, 而主语本身是没有什么变化的, 不强调主语本身变化, 而endergo一定强调主语本身在变化, 而本文中呢, 人类自身在智力和道的两个方面是否出现了变化, 是跟主语本身的变化有关系的, 用endergo这个词恰入起的, 咱们再看看一些例子, 比如说, endergo surgery, 经历了外科手术, 经历外科手术主语本身被盗窃了, 它主语本身在变化, 盲肠没了, 蓝尾没了, 对吧, 再比如说, mankind has undergone no general improvement, 人类并没有经历普遍的这个进步, 经历了进步是人类本身在变化, 还是没有变化, 对吧, 它强调主语本身是否变化, 用这个经历, J.Enego用的是对的, 再比如说, 他说, the bridge has undergone a series of modifications, 这个大桥经历了一系列的整修, 经历了整修, 你看也是用endergo这么一个词汇, 对吧, 好, 但是另外几个表示经历的词呢, 它就不强调主语本身在变化了, 它只是说经历了一个外界的事件, 同样看几个例子, 比如说, experience difficulties, 经历了一些困难, 经历了困难, 他不强调主语本身的变化, 强调外界的这个困难这个事, 对吧, 再比如说, go through a crisis, 经历了一场危机, 经历了危机, 他不强调主语本身是否变化, 强调外界的这个危机这个事, 对吧, 再比如说, he has seen, 或he has known, so much misery, 他经历了如此多的痛苦苦难, 这个经历了苦难, 他并没有强调主语本身是有什么变化呀, 是更痛苦了, 是更坚强了, 没有强调, 只是强调外界的东西在变, 再比如说, 我们再看刚才那个witness, witness这个词, the 1980s witnessed enormous growth in the economy, 就是1980年代呢, 就这个经历了在经济方面巨大的进步, 巨大的增长, 这个强调经历了经济的增长这个事, 但是主语本身1980年代, 80年的这个年代本身, 他没有强调它在变化, 所以呢, 你看这些经历都强调外界的, 客观的这个环境, 经历了外界这个事件, 强调宾语, 而这 undergo呢, 它强调主语本身, 在跟随着外界的东西, 主语本身发生了变化, 而本文中呢, 人类进步, 人类自身在变, 用 undergo这个词可以说是最准确的, 用得好, 好, 那么我们再看本文中说取得的进步, 当然取得进步呢, 我们除了用这个 undergo, 我们用固定搭配 make, 也是正确的, 因为后半句就出现了 make, 你跟后面说, it has made extraordinary progress in, 这还是用的是 make, 那么我们看看这个进步呢, 坐着做了一个替换, 它前面用的是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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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provement后面换成了progress, 那取得进步, 确实 make跟这些不同名词搭配都是可以的, 甚至我们会给的更多一些, 首先可以用这个improvement这个词, improvement这个词呢, 我们既可以当可数名词来用, 也可以当不可数名词来用, 也行, 如果当不可数名词来用呢, 就直接可以用make improvement in就好了, 如果当可数名词来用呢, 它用单数或者用复数都有道理, 如果取得了一个进步, 叫make an improvement加上an之后是可数名词了, 我们的借词不变还是in, 如果在取得了很多的进步呢, 可以用make improvements in, 所以improvement这个词可数不可数都算对, 都可以, 当然还有我们在后半距离出现的progress, 但这个词永远是不可数的, 大家可能没有见过progresses, 没有见过这样的词, 不可数名词就只能用make progress in, 取得了进步, 在某方面取得进步, 借词还是不变的, 还有一个advance也可以表示进步进展, 那么advance这个词表示进步这个含义呢, 几乎一定是可数名词了, 所以它要么用单数前面加an, 要么用复数用advances, make an advance in, 或make advances in, 也是表示在某些方面取得进步, 当然这个英国人都是advance, 每个人都advance口型大一些, 那么当然这些名词前, 包括improvement, progress, advance前面可以随便加修士语, 取得了大幅度的进步, 长足的进步, 可观的进步等等等等, 有好多词可以修士, 你比方说, 前面的修士语往往有great, enormous, considerable, extraordinary, 我们在后面就出现了这个extraordinary, 非凡的进步, substantial含义类似, 都是大幅度的长足的, 非凡的巨大的, 还有一类似, 都是取得了大幅度的进步, 这个意思, 这些修士语, enormous巨大的, considerable相当大的, 可观的, 非凡的, 体量很大的, 这个great还是很大很多的, 类似, 咱们都可以用, 咱们见过这些搭配之后, 我们生活中就敢用, 好, 我们再回到剧中, 接着看后半句, 他说尽管在人类啊, 在智力和道德两个方面, 并没有经历普遍的进步, 但是人类呢, 在知识积累这个方面, 却取得了非凡的进展, 这个it用得好, 我们刚才强调过, 指人类的时候, 如果用mankind, 那么后面别忘记, 他代词要用it, 但是用man这个词比较特殊, 他后面跟he, 就是用男人表示人类, 但是这个man这个词表示人类, 也是不可数名词, 而是不可数的啊, 他的代词我们用he, 但是mankind, 还有常见的the human race, 表示人类是我们代词用it, 同样的, 他们都是当不可数名词, 或者名词端语来用的, 不可数, 这个注意, 他的指代的这个代词不要用错, 这个英语写作真是个精细的手艺活, 在这个表达之丰富啊, 这个很多的搭配的细节的很多啊, 这填中文口的一面, 需要记忆了, 但是他的语法文法呢, 又体验出理科一面的精确, 所以是半文半理, 这是半文半理, 这些细节确实靠大家大脑的记忆, 这个我们看个例子, 比如说人类有他自身的问题, 如果用man呢, 我们当然用man has his problems, 人类有他自身的问题, 如果用mankind和the human race呢, 就换成its了, mankind或者the human race has its problems, 注意这个代词指代是不同的, 这个我们在新概念四册后面, 还有进一步的验证,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十三课里面, 就是一百三十二页, 第七行到第八行, 二十三课, 鸟的飞行方式, 那马上就会讲到, 一百三十二页, 第七到第八行, 咱们来看他怎么说, 那么他说这个东西啊, 特别像我们这个马达发动机, 什么呢, 就人类呢, 曾经夸口说, 他你就征服空气的这个马达发动机, 你看which man has conquered the air as he boasts, 前面人类用的是man, 后面代词用的是he, 这如果用mankind, 那后面就像会的it就好了, 注意, 这个表示人类名词不同, 后面代词搭配是不一样的, 但人类在知识的积累方面, 却取得非凡的进步, 长足的进步, 那读得是, 读者可能立刻就很好奇, 说是这个知识是怎么会积累起来的呢, 作者后面, 作者介绍, 看第四句, 看书, 看教材, 他说, knowledge began to increase, as soon as the thoughts of one individual could be communicated to another by means of speech, 他说呢, 这个as soon as, 先翻译后面这个状语, 一旦一个人的这个思维, 能够用语言这个方式, 跟另外一个人交流沟通的时候, 知识已经开始增长了, 因为我的知识可以传递给你, 你的知识, 两个知识积累到一块, 知识增加已经开始了, 会说话的时候, 知识已经在增加, 这个increase, 增加这里就相当于grow, 或者是accumulate, 类似于这样的词, 但是我们在第四行, 你看在上文, 第四行开头, 刚刚出现了名词accumulation, 在这再用accumulate就不好了, 所以换成了increase, 含义是类似, 是避免了同根词重复, 那么后面出现一个, could be communicated to another by means of speech, 这个communicate表示与某人交流沟通, 这个搭配有很多, 首先本文中用那个极物动词, 叫communicate something to somebody, 本文用被动, 叫something be communicated to, 某个事与某人来交流, 把这个事情跟某人来交流, 跟他来沟通, 就是一个人的思想, 能够与另外一个人交流沟通的时候, 用这个搭配, 但我就讲与某人在交流, 与某人在沟通, 我不想在交流的内容是什么, 可以只用不极物动词的用法, 只用主动的communicate with somebody, 与某人在交流, 与某人在沟通, 就没有说交流内容是什么, 不想在这个宾语, 可以当不极物动词来用, 注意后面切词搭配, 把变化下, 换成with, 那么跟他类似的, 表示与某人交流, 表达, 沟通, 有很多类似的含义, 类似的搭配, 我们看看这个convey something, 也可以表示, 向某人表达某个东西, 向某人来表示出, 向某人来说, 但是convey这个词表达, 一般多强调用语言文字之外的方式, 就是既不会是用说的, 也不用写的, 就是动作呀, 表情啊, 语气呀, 这个方式向某人来表达, 我们看例子, 比如说, his tone conveyed an unmistakable warning, 他的语气表达出了一个, 这个非常明确的一个警告, 他的语气表达出的, 用convey是恰入气氛的, convey这个词, 就强调除了语言文字失败的方式, 尤其是动作, 表情, 语气各个方面, unmistakable, 是绝对的, 确定无疑的, 不可能会错的, 这是传达表达, 还有一个与某人来沟通, 咱们有个动词叫commun, 这个一般都是不及格好动词了, 直接加just with, 再加与某人, 与某人交流沟通, 你看跟communicate有类似的地方,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commun, commun, 这个后面也是加just with, 但这个一般多强调什么呢, 它一般很有趣, 强调用通灵的方式, 心电感应的方式, 我们不用说, 就是切一为继, 两三语, 狼情近在不言中, 不用说, 心电感应, 彼此眼神一碰, 就能知道对方的心思, 甚至我们闭着眼睛, 都能摇直在很远之外, 另外一个人的想法, 心电感应, 这个时候用commun with, 比如说, commun with God, 我们跟上帝在交流沟通, 并不是上帝站在你面前跟你聊天的, 而我们心电感应, 闭言祈祷, 好像跟天上的父在讲话, 对吧, 什么来说, 再比如说这句话, Lying in the woods, he felt he was communing with nature, 躺在树林子里面, 他觉得他好像正在跟大自然在交流, 在沟通, 没有说话吗, 躺在那儿, 心电感应的, 听着什么微风吹拂树叶的沙沙声, 听着溪流中潺潺流水的流水声, 好像他觉得跟大自然在交流, 也沟通, 这个感觉叫commillin, 后面还是加接触位置, 这个可以顺便把它同时记住, 好, 本文中说, 一旦呢, 一个人的思想通过语言的方式, 能够跟另外一个人交流的时候, 这个知识积累就开始了, 这个进一步也说明了, 口语先于书面于, 人会讲话, 然后才会写字, 其实我们有一句话叫, oral language, precise written language, 这个 precede, 这个以前我们说过, 这个表示, 在什么什么之前发生, 先于某事, 大家还记得吗, 我们在这个第十几课, 如何变老里面讲过, 这个 precede, 讲过这个资根嘛, ceede或者ceed, 是跟这个走相关, 当时讲过后退就receed, re是back, 往回走, 在这儿呢, 是走在前面, 他先走了, 所以先于某事发生, pere表示发生的更早一些, 这个口语呢, 总是先于书面于的, 但是这个口语啊, 它毕竟不方便知识地积累, 第一个口语随意性大, 它很容易被忘记, 另外一个口语呢, 它不精确, 它不如书面也这么精确, 它往往会被记错了, 被听错了, 理解错了, 所以你看, without written language, the only way to preserve knowledge, is to hand it down from one generation to another, 没有书面的话, 我们唯一的保存知识方式呢, 就是从一代人传给下一代人, 我们大家还记不记得, hand down from A to B, 由上一代传给下一代, 长辈传给晚辈, 这个我们在前面那个第一课, 翻译定发书面里讲过, 在这儿可以用用, 后面说, and in the process, 并且在这过程中怎么样, some information would inevitably be missing or distorted, 那其中有一些信息呢, 这样很可能啊, 不可避免的, 可能会丢失或者被扭曲, distort, 表示拧, 扭曲, 这个信息可能被听错了, 记错了, 亲口相传, 能够积累知识, 但是第一个不稳定, 第二个容易错, 但毕竟呢, 知识积累已经开始了, 所以呢, 作者说, 马上我们开始了另外一个更大的进步, 就是人会写字的, 咱们看看下一句话, 这句话比较复杂, 咱们看看屏幕, 他说, with the invention of writing, a great advance was made, for knowledge could then be not only communicated, but also stored, 前面多号之前, 这个黄颜色的是介斯端语在剧中做状语, 随着写字能力的发明, 那么人类呢, 又做出了一个巨大的进步, 它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被做了, 咱们中文中有主动, 就人类又做出另外一个巨大的进步, 对吧, 中文又主动就好了, 那为什么呢, 因为知识啊, 在那个时候不但可以被交流沟通, 甚至还, 而且能够被储存下来, 能够记录下来, 这个知识积累就更加方便, 更加准确, 而且它不容易于事和散意了, 好, 这里面出现了好多重要表达, 首先这个with表示, 随着什么的什么什么什么, 这个注意后面这个off搭配跟中文是反的, 随着写字的发明, 不能把它翻成随着发明的写字, 大家倒过来说, 随着写字能力的发明, 我们再看几个常见的, 比如说, 随着圣诞节的临近, 得先说临近的一个词吧, with the approach of Christmas, 随着圣诞节的临近, 注意这个句, 再比如说, 随着科学的进步, with the advance of science, 当然advance也都换成刚才讲过的, improvement, progress, 也行, 咱们讲过这样一些近词, 再比如说, 随着战争的爆发, with the outbreak of war, 战争的爆发, 再比如说, 随着复活节的到来, 这个什么什么的到来, 用词特别多, 比如说with the coming, with the arrival, 这在这比较熟悉的, 甚至还可以用with the advent, advent of Easter, advent表示重大事件的到来, 这个在第三册, 我们第38课最早的日历中应该讲过, 我们读一下这个词, advent, advent, 中间这个字母为还是上压处下顺, v, 后面是and这个声音, 在里面, advent, 这个本来表示, 是耶稣降临节, 是一个宗教节日, 后来就可以用它来表示重大人物或事件的到来, 随着复活节的到来, 用它也行, 这几个搭配都正确, 但看下面这个搭配就错了, with the evidence began to accumulate, 中国同学常犯这个错, 因为中国同学的词性往往比较麻木, 因为它中文中的词性就比较模糊, 在英语中不行, 为什么呢, 我们知道with呢, 以后跟的结构再长, 它也不能改变, 它借此这个性质, 但是你看这个with呢, 尽管意思是随着, 但后面跟从句了, 随着知识, 随着证据开始慢慢积累起来, 这个随着, 后面跟从句是跟不了的, 我们大家随着什么什么, 跟从句怎么说, 应该换哪个词啊, 换as, 大家记得吗, 三册的第三课, 这个puma at large, 陶顿的美洲诗里出现了搭配, as the evidence began to accumulate, 随着知识开始慢慢积累起来, 大家注意写作识区分开, 同样表示随着, 如果需要借词, 我们用with, 需要连词跟从句, 别忘记, 我们用as, 这两个东西不要把它搞错, 好, 文章说随着写字能力的发明, 一个巨大的进步又被做出来了, 就是随着写字能力的发明, 人类又做出了一个巨大的进步, 这么一个搭配, 你看那为什么前面加记识端, 后面用过被动呢, 其实可以直接说, 写字能力的发明, 使人类做出了另外一个巨大进步, 这不更同时吗, 你看完全可以写了这个句, 就是the invention of writing enabled mankind to make a great advance in the preservation of knowledge, 意思跟本文中几乎一样, 对吧, 你看, 写字能力的发明enable使能过来, 使人类能够在储存知识方面取得巨大的进步, 这个表达完全正确, 甚至可以更简单一些, 你看我这么说也行, the invention of writing brought about a great advance in the preservation of knowledge, 也行吗, 对吧, 写字能力发明带来了一个在知识积累方面的一个巨大的进步, bring about在带来或导致, 这个表达也是正确的, 意思是类似的, 那么为什么本文中用了看似比较啰嗦的前面加记识端, 后面用一个被动的这个情况呢, 你看, 看看这个句话相邻的句子, 那么这两个句子跟本文中的句子单独来看的话, 你看不出哪个好来, 但是你看看语性就觉得课文中的好来, 为什么, 你们看看这句话, 上一行上一句话开头, 这句话跟他相邻上一行上一句话开头, 用的是knowledge began to increase, 直接用主语和谓语开头了, 主句的主为结构开头了, 而在下一行, 下一句话开头, libraries made education possible, 图书馆使教育成为可能了, 都是把主句的主为结构直接放在句首了, 如果我们中间这句话还是用这个结构, 你看还是主为结构放在句首, 这个文章句式结构就比较单调了, 我们记住, 就是sentence opening is very important to create sentence variety, 句首对制造句式多样性是至关重要的, 咱们一口写完章也是, 相邻的句子看句首能不能做个变化, 这个主句开头, 这个从句开头, 这个非北句开头, 这个借词单调开头, 这个主动开头, 这个被动开头, 这个用人称主语, 这个用物称主语, 或者说无灵主语, 爱上句首富裕变化, 也是在写作中是比较容易充高奔的, 写作好了之后, 阅读当然不再花价了嘛, 写比读的难度当然要高, 好, 再回到句中, 他说我们人类又做出一个巨大的贡献, 做出一个巨大的进步, 他说一个巨大进步被做了, 其实就来自我们刚才说线那个make and advance, 在某部分取得进步, 你看我们文章先后出现了好几个搭配, 都是跟进步相关, 用词都不重复, 咱们再回顾一下, 你看在第三行里出现了, and go general improvement, 在第三行, 同样在第三行的后面出现了, make extraordinary progress, 取得了非凡的进步, 也就是进步换成progress, 而在本句在第五行这又出现了make a great advance, 只不过听的是被动, 你看都是表达进步, 在三句话中分辨用了improvement, progress, 还有advance, 用词就是绝对不重复, 不但在句式方面, 而且在用词方面也是variety, 最大程度上让文章避免了挨板, 过分的单调, 咱们记住, 这个写作中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 就是variety, 另外还有一个原则怎么说brevity, variety和brevity, variety是单词句实要浮于变化,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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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brevity是要简洁不要用废话, 你看这个几个句子里面充分体现出了这个variety, 而且里面也没有废话, 写的确实不错, 这个这个表达同样的思想, 你看用不同的动词, 不同的名词, 不同的形容词, 这个不但这个从句子上多变, 而且选词也浮于变化, 最大程度上避免重复, 让这文章显得丰富而又生动, 灵活而又不挨板。 好, 我们接着往下看, 看后面的第六句话, 这句话比较复杂, 咱们看屏幕。 好, 上来呢, 先出现两个小短句, 它说, libraries made education possible, and education in its turn added to libraries, the growth of knowledge followed the kind of compound interest law, which was greatly enhanced by 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这个and是连接前面两个小短句子, 它是个并断连词, 它说图书馆使得教育成为可能的, 而怎么样呢, 这个教育呢, 反过来转而又增加了图书馆的收藏, 像利滚利一样这么一个, 那为什么会出现呢, 这冒号别是解释, 为什么呢, 它说, the growth of knowledge followed a kind of compound interest law, 这个知识的增长, 遵循, follow是遵循的, 遵循的这么一个, 类似于复利的这么一个法则, 这个a kind of也是不配一种复利来, 这不是一种, 咱们在前面刚讲过, a kind of或者a sort of可以做比喻, 好像什么什么一样, 知识增长没有人去存钱嘛, 其实并没有利息, 但它好像银行里的复利法则一样, 这个compound interest, 咱们在生识中讲了, 就复利, 利滚利, 驴打骨的这个利息, 复利的法则, 好像是存钱一样, 对吧, 而这个怎么样呢, 后面又加这个非现实的东西, 黄岩色的位置引导, 它是修饰前面前言词, 这个类似于复利法则的这个东西, 这个法则怎么样呢, 它被印刷术的发明又极大的提高了, 又极大进一步去改善了, 一开始我们用手抄本的用手来写, 这个一个是慢, 而来也是容易出现笔物, 但是我们有了印刷术之后, 可以承批量的大量复制, 而且保证精确, 中间一般不会犯错, 所以又取得了一个非凡的进步, 描述了人类知识积累, 逐步慢慢的变化, 一开始猴子没有犯法切据知识, 一旦会说话了, 可以知识系列开始了, 然后我们会写字的, 知识系列更方便了, 印刷术的发明, 进一步提高了它的速度和精确性, 有这么一个含义, 再看里面细节, 图书馆使得教育成为了可能性, 对吧, 我们有书了, 我们可以大量的在教育孩子, 甚至有书可以自学, 毕竟怎么样, 按education in its turn added to libraries, 而图书馆这个教育呢, 反过来又增加了图书馆的收藏的馆藏, 这个in its turn, 有的时候我们用intern表示什么呢, 表示就是反过来或转而又怎么样, intern或in its turn, 反过来或者转而又如何如何, 这个咱们看一些例子, 比如说, poverty led to social unrest, which in turn, 或者in its turn, aggravated poverty, aggravate是使恶化的意思, 几乎动词, 他说贫困呢, 导致了社会动荡, 而这个社会动荡呢, 反过来又加剧了贫困, 使贫困进一步的恶化, 这个which呢, 表面定义从具, 其实相当于定义, 这个并列句, and social unrest, in its turn aggravated poverty, 但你要写and social unrest就啰嗦了, 为什么呢, 因为第二句话的主语, 就是上面末尾的这个social unrest, 在这个情况下, 咱们选个定义从具了, 这个词咱们说过, 再语用说, theory is based on practice, and in its turn, 或者用in turn serves practice, 理论的基础是实践, 而反过来呢, 理论为实践又服务, 反过来转而又, 叫in turn, 或者in its turn, 这个结构顺便可以记住, 我相信通过这么的例子, 咱们应该掌握差不多了, 这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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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反过来转而又, 还有一个跟它类似的表达, 叫反之亦然, 这个拉丁文, 这个咱们也用得多, 它可以使文章写得特别简练, 我们大声先读一下, vice versa, 注意还是上压处下唇反弯, 这个动作在那边, vice versa, 叫反之亦然, 反过来也一样, 你可以用它, 可以使句子显得非常惊炼, 没有它的话就啰嗦, 你比如说, 我说男青年可以跟女青年约会, 反过来女青年也可以跟男青年约会, 就啰嗦了, 英语中可以这么说, boys can date girls, and vice versa, 反之亦然, 反过来也一样, 相当于and girls can also date boys, 那么凤求黄, 黄求凤, 也为常不可, 这是反之亦然, 反过来也一样, 好, 再回到句种, 说教育呢, 反过来又增加了图书馆的收藏, 使图书馆变得更完善了, 这个add to something, 注意这不是做家法的意思啊, add to something等于increase something, 使某个事物变得更多, 更强, 使某个事物增加, 使得变得更多更强, 叫做add to, 我们生活中有很多用法, 本文中用的是, 它翻译成, 教育反过来又增加了图书馆的收藏, 我们看几个例子, 这个音乐使我们更开心了, 就是增加了我们的快乐, 本来呢, 心情很宽快, 听上这样一曲宽快的音乐, 使我们更开心了, 再比如说, her colleague's laughter added to her embarrassment, 这个女孩她同事的笑啊, 使得她更尴尬了, 就增加了她的尴尬, 尴尬名字叫embarassment, 对吧, 再比如说, the balloons added to the festive atmosphere, balloons是气球了, 这个气球增加了节日的气氛, add to是使更多, 使更强, 本文中用add to, 用的完全正确, 那么它使图书馆进一步, 更完善了, 更好了, 你看在这, 它突然换用了两个非常短小的句子并到一块, 而这句话前面呢, 和后面都是比较长的句子, 这个使文章整个呢, 错漏有致, 句式多变, 节奏感更强了, 我们看到这句子变化, 不光是这个变化它的句式结构, 变化句型, 变化主动被动等等, 另外一个也是, 咱们看能不能长短句结合, 几个长句穿插一个短句, 让文章更有零气, 而且读者的目光, 视线, 读的短句也可以做些许的片刻的休息, 否则每一句话都是超级复杂的长句千道句, 读者读读就放困了, 就读不下去了, 你看这个也很值得这么接见, 这种长短句结合读起来特别有韵味, 你看我们宋词啊, 你看意境有的是比唐诗好, 你的长短句, 它撑拉开了之后, 你看读起来更有韵味, 你看这苏式一个著名的词的片段, 莫停川林打夜声, 何方吟笑且徐行, 竹杖忙携青圣马, 三个长句一个短句, 谁怕一缩烟雨任平生, 好, 撂桥春风吹酒醒, 又短了, 微冷, 山头邪兆却相迎了, 回首向来萧瑟处, 长句后面来个短句, 归去, 也无风雨, 也无情, 你看读起来, 往往比唐诗更加有韵, 这个忧郁, 有韵味, 长短句错漏有致, 长短句的变化也是这个变化, 莫停川林打夜声, 何方吟笑且徐行, 竹杖忙携青圣马, 谁怕一缩烟雨任平生, 撂桥春风吹酒醒, 微冷, 山头邪兆却相迎,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 也无风雨, 也无情, 你看这个韵味, 往往比唐诗更有味, 确实宋诗在唐诗基础上进一步发展, 长短句结合, 本文中也是, 咱们写英语文章也是, 长句子为主, 短句子可以作为点缀, 长要长的自然, 短要短的简节有利, 它各有利弊, 穿成到一块, 使句子更加灵气, 好, 再回到文中, 他说, the growth of knowledge, 知识的增长, follow the kind of compound interest law, 遵循, follow是遵循了, 遵循了类似于负利的这么一个法则, 咱们讲过, a kind of是个所比喻的, 而这个怎么样呢, which, 就是这种类似于负利的法则怎么样呢, 它们被印刷术的发明又极大得到了提高, 咱们中文中反过来翻译, 而怎么样呢, 而印刷术的发明又极高的提, 极大的提高的这一过程, 就这一个类似于负利法则的这么一个东西, 使它进一步去改善, 去完善, 这是我们又出现了这么一大步, 就是我们会印刷术了, 那么下面作者又谈到另外一大步, 就是我们人类慢慢还带来了, 引进了科学, 这个时候我们知识积累的速度就更快了, 好, 咱们来看下一句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